第二就是,人败官,人动物,亚当败官,不听神的话,偷吃那个果子就败官 待会来说,也不能跟上帝和好,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好的 在这个挪亚的时代,他们人所想的都是坏事情,所思想的见多是恶,所以人都想恶的事情怎么被做好不行 第三就是,上帝自己来救你,人不能救自己,上帝就变成耶稣的样子来救你 他怎么救你呢?就是替你,他定时是这样,他没有罪,他为什么定时是这样呢? 就代替我们来罪,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他,就可以又跟上帝和好,就会恢复了 他就赦免我们的罪,你不相信他就没有赦免 就是这样的担任 сегодня éma挑战 我找不到